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知名小说《黑道风云20年》中开篇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同学光辉和学校里的小霸王发生了冲突 光辉一怒之下杀了小霸王并入狱成了杀人犯 而小霸王的母亲因为狮子之痛而几乎疯癫 该死的人总是不死 不该死的人却早早死去 这是天意吗 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会让你产生这就是命的感觉 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去 也许命运真的是存在的 说说我的理解 命运这两个字可以分开看 命由天定 由父母确定我们无法改变 命就好比一台车 命差的你的命就没有车 你就是步行者 命一般的 你骑的是一辆自行车 命好点的 你开的是一辆普通汽车 命很好的 你开的是一辆高级越野车 运就是咱们平常走的路 运差的 你走的就是泥坑路 到处坑坑洼洼 一不小心随时会跌倒 一般的 你走的就是土路 风和日丽一身土 刮风下雨一身泥 运好点的 你走的就是公路 即使跌倒 也不会浑身是泥 运很好的 你走就是高速路 即使经历点 风雨跌倒 爬起来 还是如履平地 命和运势相结合的 交通工具不同 道路不同 人生的旅途也就有区别了 由此就构成了 我们复杂而又灿烂的人生 一 你要是有福分 住在风水差的地方 风水会随你转好 你要是没有福分 住在风水好的地方 你镇不住 好风水会自行破掉 要尊敬天地日月 山河草木 虫鱼杀十万物 书本乃至课本 乃至人民币 这一切都是有灵的 你恭敬她 她处处成就你 帮助你 她这个感情 就像找到自己的知己了 我们遇到心上人 是什么感觉 特精神 所以点说 就是八十老太太 觉得自己十八 大老粗也能写诗了 这叫画龙点睛笔 灵魂都活过来了 她也是如此 那么怎样养风水呢 养福德 第一个养风水的 就是不杀生 所谓风水宝地 就是生气最旺盛的地方 杀生 生灵都害怕 都避之不及 想想什么地方没生灵 沙漠 沙漠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在什么资财福禄受洗康呢 第二个养风水的 就是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不抵触顶撞父母 我打断片刻 给大家论一下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是改转一切命运的 生活药方 亲口说了 修世间法的时候 要从供养父母 世长里修 只说了一种人 他虽然轮回流转 但是上根不坏 这就是孝顺父母的人 第三个养风水的就是 不说人坏话 在家里头 对亲人也不可说 因为哪里都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鬼神都听着呢 万物都听着呢 你身边的 背盘完斩 屏风桌椅都听着呢 你说人坏话 他们不服你 这好比一个将帅 军事不服你 你就镇不住 军心散乱 他们跟你待久了 还会有样学样 学的和你一样 这就是俗话 物是主人形 所以有的像者 看看别人用过的东西 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东西自己会倾诉的 万物性灵 万物都是会自己倾诉的 二 大海以其善下 所以为白骨王 大海地是最低 所以成王 我把自己放在最低 万物摆穿的智慧 福德也同样可以汇聚进来 我们说厚德在物 在物必须要把自己放在屋的下面 把自己放在最低 众生福博 就是因为彼此的恭敬越来越少 恭敬天可以知天道 恭敬地可以知地理 恭敬星辰可以知星辰 恭敬山河可以知山河 恭敬草木可以知草木 恭敬鱼虫可以了知鱼虫 恭敬杀石可以了知杀石 海淘法师说 你恭敬数学课本和数学老师 你的数学考试都不会差 你恭敬什么 什么就愿意被你知道 愿意告诉你 帮助你 成就你 比如草木活着的时候是柔软的 死了就坚硬了 人活着身躯是柔软的 死了就僵硬了 这是说柔软是生机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以推论到 做人柔软不执拗 是福厚富贵之机 不管看人的什么地方 也都是这个人的权像 可以通过骨骼看 可以通过背形看 可以通过面容看 可以通过他的住所看 可以通过他皮肤看 可以通过他写字看 可以通过他的文具盒看 古人为什么可以把脉 根据人的脉相 来判断一个人的福禄呢 这是确实可以的 一个人和他身边的 所有一切人事物 都是他自己的心向 放大映射出来的 仔细观察这些信息 自己是可以看出来的 要定人的福禄 就看一看这个人的说话做事 说话不拗反着别人 做事常常帮助别人顺利 自己的气流 也会由于这种心理暗示 通畅起来 比如生气嗔恨是经常梗气赌气的 所以就要控制脾气 比如浊气下降 成大地才可以再万物 所以就要注意包容 其他人的缺点污浊之处 让自己可以在物 在物会如何 会资财富有 三 很多人怕阴气 我可以解释一下阴气是什么 其实不必害怕 人的害怕都是因为 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阴者 阴也 阴就是坐享其成 也叫做以贵格 大家如果会观气象 就会发现 大官大富翁的小孩子 都是阴气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受父母阴 古代的嫔妃 也属于以贵格 都是阴气重的 中国人人数最多的族姓 李氏 就是阴木 木姓人 阴者阴 于是子孙天下生 富豪也是最多的 还有些香港富豪 生子孙都在阴年生 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家业巨大 让子孙能够承袭阴壁 反过来说 白手起家创业享福的人 阳气会比较重 因为阳气主开创 进去 是阴的反面 大多数受众人喜欢的人 都是阴气重的 原因并不神秘 阴者阴也 爱想要好斗的人 大家都不喜欢 反而低调柔和的人 大家都亲近他 阴气是主富的 所以在一些数数上 太阴就是主财的 四 从骨肉来说 没有阴气 皮肉就不滋润 皮肉不滋润 求财会比较辛苦 阳气分生气和死气 生气就好比阳光 和煦 万物生长 此气就好比阳光 暴晒 沙漠一样 阴气也分生气和死气 生气就好比 婉转流淌的小河 此气就好比臭水沟 阴德 隐德 阴德 有生气的阴气就是德气 词和忠孝谦卑自辱 知连识耻 先亦问寻 寻良真谨 清洁易让 这种隐晦自己 光显别人的德气 也是阴气 物就是各种收成 各种财富 物只能用厚德债 否则反而会成为灾难 比如说 现在给你一千万 人家几十亿都不怕 但你拿到一千万以后 是会害怕的 害怕人来抢 来偷 来盗 小偷盯你这样的人 超过去盯比你有钱 百千倍的企业家 这一千万 你拿来做什么 你没有德 就会用来放纵自己 整天吃喝玩乐 不思进去 最后害了自己身体 心灵健康 还把自己毁了 这就是德不配位 必有灾压的道理 上天之罪 没有给我福 是因为我目前的德行 就害我 人的一生犹如流星 匆匆划过 小的时候感叹时间太慢 长大之后觉得时间太快 没有留住过去 你总是在一边怀念过去 一边憧憬未来 有时候你或许也在想 人活这是为了什么 有哪些意义 是不是命运 真的就是天注定的 有些结局心知肚明 但是还是不相信 用微不足道的理想 去改变一点点 但是最后 是事实给了最残酷的答案 你不得不去承认 人的一生 很多是你无法改变的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